近期英国的一起诉讼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这就是西班牙老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情妇 柯琳娜对老国王提起诉讼 柯琳娜控告他对自己进行监控和骚扰甚至是死亡威胁 这对于老国王来说或许就是死去的记忆开始不断地攻击我 他以为和情妇分手之后就可以一刀两断了 没想到自己做过的肮脏事全被情妇曝光了 根据纪录片《柯琳娜与国王》中柯琳娜本人的描述 他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2004年至2009年间交往 也就是说当时的胡安卡洛斯一世 已经是进入花甲遮年的老人了 虽然两人都是已婚人士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家庭 他们常常私下约会 到了肆无忌惮的时候 甚至还会到王宫相聚 并且柯琳娜还承认当时已经把胡安卡洛斯一世当成了账 不过胡安本心花心他依然是死刑不改 而柯琳娜也天真的以为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身边 除了索菲亚王后之外 只有他这么一个女人 但是没想到江山一改本性难以 胡安卡洛斯一世和他交往的同时 也在和多个女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西班牙前警察局长比利亚雷霍就可以作证 他曾在听证会上爆料老国王的欲望承载 为了老国王的颜面也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赫琴局只好为老国王注射乖乖针 以抑制他的欲望 但是老国王对此失可否认 西班牙作家马丁内斯·英格尔斯 胡安卡洛斯五千位情人的国王一书揭秘老国王风流成性 曾和多位女性有过不正当关系 据作者所说和老国王有关联的女人不下五千人 其中戴安娜王妃也成为她物色的目标 在维持了五年的关系之后 原本科琳娜已经和胡安卡洛斯一世分手 但是经受不住老国王的甜言蜜语之后 她又与国王重任爱护 当然了这到底是金钱的力量还是爱情的力量 就由民众自行判断了 在非洲狩猎期间 西班牙媒体将国王的形成曝光 于是他们的这段感情也被媒体公之于众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地位不保 在不久之后 科琳娜忽然收到了胡安卡洛斯一世 贵过来的6500万欧元 约等于4.7亿人民币 对此 胡安卡洛斯一世解释称这是担心自己 以后没人照顾 所以先将这笔钱会给科琳娜放身 实际上这笔钱是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收贵款 他把科琳娜当成了中转战 其中科琳娜曝光了这样一个细节 老国王有次将带着一个装满金钱的袋子 扔到他的面前 当时他就像个孩子般欣喜 当科琳娜询问这是什么时 胡安难掩开心的表情回答道 这是我朋友 后来科琳娜补充道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说 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然而让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想到的是 当狩猎事件曝光之后 他与科琳娜的关系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而他们也再也没有了复合的条件 与机会 在三番五次的协商无果之后 胡安卡洛斯一世 让情报人员帮他处理掉 科琳娜这个棘手人物 这也就有了开头 科琳娜所说的自己和家人 遭致了死亡的威胁 于是闹翻的两人从此恩断一决 在科琳娜的口中 那个曾被人民誉为民族英雄的国王成为 贪婪腐败 暴力阴险的好色制度 其实这件事情掺杂了诸多复杂的因素 这里面不仅涉及了大量的政界人物 还涉及了多国的金钱来往 再也拿不回自己的赃款 也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声誉 而科琳娜也每天处在惶恐不安的日子里 根据西班牙媒体的介绍 纪录片科琳娜与国王共分为八个部分 这里面真实地描述了 他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故事 实际上两人也曾有过两情相悦的时期 只是这样的时光过于短暂 毕竟两个人都不是情有独钟的信徒 虽然对老国王提起了诉讼 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对这一切全盘否认 并且作为西班牙前任君主 胡安卡洛斯一世享有英国司法后面权 因而胡安卡洛斯一世依旧可以逍遥法外